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抛弃到了 一点一点的感受到了岁月的悟情 人家说生命就像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我们在生命当中 在爱情里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受伤 我们经常也会痊愈 我们经常会再受伤 再痊愈 对吗 而你会不会觉得每一次的痊愈 都好像是为了迎接下一次的挑战 为了迎接下一次的受伤 或许我们真的会不会要彻彻底底的绝望一回 我们才可以重新的再回一回 所以我这个人有最大的特点 我不害怕失败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有一天我真的很失败了 当有一天我真的狗屁都不是了 我才知道有多少人真真正正的是我的朋友 有多少人才会真真正正的去帮我一把 所以对我们而言 似乎我们同样都是一种人吧 在五月十分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 我们依旧会笑着 我们依旧会听着别人的故事 我们依旧会流着自己的眼泪 我们依旧跟着凑着热闹 对吗 我们同样都是飞不过沧海的人 因为在我们的沧海那头 似乎没有我们的等待 也许我们的美梦 有的时候会跟自己说 嗨嗨嗨 别做梦了 快点起来吧 可是我想说 连梦做的梦的资格都没有 那活着是否太累了 我就觉得我是最幸运的人 因为你们稀罕我 谢谢我们的传说 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人 我想说永伯 你方便连麦吗 方便的话 你可以出来嘚瑟一会儿 在咱家 你别以为你挂着个猜娜的马甲 完了之后就缩起来了 不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我们贡献榜第二页 这你妈 别说猜娜的 蓝羽的也来了 祖宰的也来了 IR的也来了 瑜伽的也来了 皇族的也来了 还有那些不能来的都来了 所以你想象一下 永伯 你想 开那的代表老力 这算不算代表吗 我不知道力哥在参哪 还有没有比力哥更牛逼的主持 这个主播 所以你这 这力哥都来了 你怕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参加所谓的内战 为什么 我的小小的电台 不在三界跳出五星 哎他妈干啥玩蛋去 跟我有毛线的关系 我这就天底下传说那种 好好好人 好好好 好了半天 好人 所以我想说 永伯 你要是方便连麦的话 你看我那天 我过生日 你实在你说了 你说来了太多的大咖了 姐姐真的没有办法 往前挤 挤不上去 怎么怎么样 没问题的 兄弟 就算那个时候挤不上去 你现在总能挤上来吧 现在没人跟你抢 2177是暗温男的家 把我们手中的小花 送给接下来的永伯 这名叫的真不要脸 大家都是男人 男的不懂的 什么叫做永伯吗 那你不累听吗 那总能是 总能样事的 那你们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设计是空吗 就是因为医生说 这个要割掉 为什么 他不能总能样事的吧 永伯就说了 你耍流氓 我他妈说咋了 我耍流氓 能够听得懂 我说的话的那个人 你觉得你是好人吗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 听不懂呢 有道理吗 来听得懂的 打个小音 让我看一下 你看嘛 那我都不明白 怎么回事 你们都懂了吗 我都不知道 我刚才说什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是 我这意思就是告诉他 你就是